各位同學好 我們現在繼續研究中庸 上回講到成這個字 講到後面 故實錯之矣 今天就接著這下篇就說了 我們經文先念一遍 故至成無息 不息則久 久則爭 爭則由遠 由遠則薄厚 薄厚則高明 就從這裏開始 前面講的成 我們修中庸 就是修把自己的真辱本性 就是天命之為信 把它開發出來 這就是成就聖人了 成就聖人 前面孔子答覆魯外公 怎麼樣治國的時候啊 講到後來孔子特別告訴魯外公 成 辦一切的事情呢 這個成非常重要 成就是從自性裏面 就是天命之為信裏面呢 發展出來的 因此 因此呢 從孔子告訴魯外公那一篇之後 也接著下面好幾張 那麽 那麽 就是講這個成字這個重要性 那麽你前面講成 成在天之道也 成在人之道也 那麽就說明成是本性就是成 那麽我們學聖人的話 就要學成 那麽講到上回 我們學成啊 除了自己學以外 還要勸告他人 一起學成 學好了以後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 辦政治也好 教學也好 以及各種事情呢 故實錯之以 怎麼樣做 都是適當的 無往而不移啊 講到這裏指 今天接著說呢 故知成無息啊 我們 這個 學成 怎麽個學法子呢 就 拿聖人來講 聖人呢 他已經學 學這個成 學成功了 學成功 學到 智成的地步了 智成是 成完全 這個成就了 智高無上的 這個成啊 到了智成 怎麽樣呢 無息 息是休息 是 智成是沒有休息啊 聖人 聖人已經 成 已經是 學成功了 就是 這個成就是智成無息的 那麼我們現在 學聖人 要把自己 學成就一個聖人的話 我們也 我們也學這個智成 學智成 怎麽修法呢 要修無息 無息就沒有 休息的時候 沒有休息的時候啊 那 這就是 跟誰 學呢 跟聖人學 聖人在 在這裏講 叫中庸之道 前面也 也講到了 成在天之道也 拿這個 天作比喻 天地啊 就是成的 天地 怎麽成呢 我們 我們就拿這個 這個 天來講 這 把天地 合起來說啊 就拿這個 大的這個 這個 情況我們 很難了解啊 那 就算 就算我們 一般人 容易明瞭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春夏秋冬 這個 四十來説 這個 天地的這個 這個 春夏秋冬啊 春天去啦 夏天去秋天來 夏天去秋天來 秋去 冬來 冬呢 到後面 就春天又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 春夏秋冬 這個四十啊 嗯 來回的 這樣 這個 運轉 他沒有一個 休息的時候 嗯 那麼這就拿 這個 這個 我們中國 講的那個 過去用的那個 那個農命力 農命力啊 計算得非常準確 比如說到夏孜的時候 夏孜這一天呢 這個 地 裡面那個 陰氣啊 就往外發 啊 從這一天開始 這個 日子呢 就是 逐漸逐漸的 一天 比一天 短一部分 到了這個 冬至 這一天 冬至這個天氣很寒冷啊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地下 一股 陽氣 往外發了 哎 那麼從 冬至開始 那一天 那個 日子啊 也是 一天一天的 長 起來了 這個 在這個 這個 農命力 計算得非常準確 這就證明了 天的這個 春夏秋冬 非常的這個 這個 運轉啊 一點都不錯誤的 而且是這個 沒有休息的時候 所以在 那麼周一裡面就講 啊 周一這個 那個 孔子 那個解釋 那個 錢掛 啊 那個 那個 相傳裡面就講啊 天行見 天啊 行就是 運行啊 啊 那麼 天的這個運行是什麼呢 天怎麼樣運行我們不好懂 就拿這個 陰陽 二七來講 就是叫這 氣候 有氣候才 有 春夏秋冬 這個 氣象在轉變呢 所以它這個 劍是什麼呢 天的這一股劍呢 它就是 這種運轉的這個 行動啊 這個 這個 氣候啊 天氣啊 是 永久不停止 那麼 孔子就說了 天行見呢 君子亦自強不息啊 君子就是我們 學聖人的人 學天道啊 那就要 像天這樣學 天既然是 那樣 這個 沒有 休息 我們也要 不要休息 不要休息啊 天是自然的 我們也學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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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們人呢 自己要 自強啊 自己要來這個 堅強起來啊 這才能學天道 才能學得好啊 所以這一局呢 就講到 智成 就是讓我們了解 學成 就要從 智 智成無息 從無息上面開始學 下面 接著解釋 為什麽要無息 所以接著說 不息 則 酒啊 不息 就是像那個 天意啊呢 天行見 永久的不休息 就不息 不息呢 才能久 啊 久是長久 就這個 天的這個 這個行為 啊 就是天的這個運行啊 啊 運轉的那種行為啊 他沒有 他沒有 休息 沒有休息才能久 久是長久的 假如說 我們 做一段時間 做了之後 又停止了 這就不算是 長久 長久就一直做下去啊 不要停止啊 這叫不息啊 你不息才能夠長久 你不息才能夠長久 為什麽要長久呢 你做什麽事情呢 你做什麽事情呢 不是一做就成功呢 對 對 必得要 有恆心 對 一直啊 往下做去 做久了以後啊 效果才 出現的 所以說 久呢 做針 針是什麽呢 據 鄭康成的註解 針是到那個 這個 這個 校演講 啊 校是有 有效果了 有效果怎麽看出來呢 有驗證的 有驗證的 這個驗子 等於說是 有成果來驗收 那個驗子 那麼 針就是啊 有這個效果表現出來了 就有現象了 那就是一種 爭厚的 所謂爭厚呢 可以 那個事情呢 就能夠 有成就了 比如說 我們這個拿這個煮飯來講 煮飯的時候 你把這個生米 洗好了以後 放了水 在鍋裡去煮啊 古時候啊 是用那個 用柴火 在鍋下面 用火來燒啊 煮啊 現在是用電力了 用電也是一樣的 這個 你不能說這個 這個米 或者水啊 放電鍋裡面 一下子就能夠 一下子就能夠 一放下去就能夠 煮熟了 這個辦不到的事情 對 比如說有一定的時間 讓它 那個鍋裡的水啊 煮開了 煮開了以後 那個水的 那個 那個 熱的 這個 這個 溫度啊 讓那個 米啊 慢慢地 融化 慢慢地 這個 有生地 煮成熟 就 假設說 放在電鍋裡 煮飯的米啊 放下去的時候 煮個幾分鐘 然後又拿出來 拿出來就是休息了 休息一個時候 然後再放回去 又煮個幾分鐘 又煮幾分鐘 還沒煮好啊 又拿出來 你這樣的話 比如說是 煮一餐飯啊 比如說 古時候煮 煮 煮飯 大概是 十幾分鐘 就煮好了 假設你這個煮法 兩、三分鐘 休息一次 拿出來一趟 然後再煮個 兩、三分鐘 又拿出來 你煮一天 也煮不好啊 所以是 這個九呢 就是 也不惜 你一直 把那個 你煮熟了 煮成飯 煮成飯 就做一 就蒸了 怎麼蒸飯呢 你不要把這個 飯這個 飯給我寄開來看看 煮好了 煮好了一定時間呢 你可以 聞到那個 變成熟的飯以後啊 那個氣味啊 你可以聞得出來 米煮上飯 那個飯 一種香味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聞得出來 這叫真啊 那麼這個 煮飯是如此 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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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在蒸了以後呢 蒸在有緣 蒸在有緣 蒸在有緣呢 因為你這個 得了這個 校演之後啊 那你有信心了 就知道原來 所下的功夫 正確的 就跟一個人走路一樣的 你走的一直走過 一路走過來啊 你看著這個 路是方向正確了 你看見這個路邊那個指標 也是正確的 你這個時候就是有信心啊 一直往前面走 那麼這就是有緣呢 我們學做聖人的話 這個就不像 不像煮飯那麼簡單呢 煮飯是拿來做個比喻而已啊 那麼我們這就是要走長遠的路 走長遠的路時候啊 你在前面用的功夫 這功夫不要間斷 不間斷呢 就是這個校演就出來了 有校演出來的時候啊 你就這路就一直可以走下去 這個我再可以舉一個事情呢 來做一個 比較的來參考 比如說我們學道 你無論是學儒家的學問也好 你學這個其他的宗教也好 尤其是學佛的 學佛法 那麼學佛法跟我們學儒家的這個學說啊 是一致的 都是要成就聖人 也就是說都要解決我們人的生死問題 那麼要想解決生死問題 所以要成就聖人呢 就在我們開始用功夫修的時候啊 修到這功夫用得對還是不對啊 自己可以來刑察自己啊 怎麼刑察自己呢 一開始用功夫來學的時候 一開始用功夫來學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感覺到很快樂 心裡這個怎麼樣呢 時常是這個 心啊 禮得 對的一切人呢 就是一種用很和氣的待人 這個呢 就是一個笑宴出來了 就是一個修到的人呢 一個一個爭吼 假是說 我們是講的修到 我們一遇到事情呢 心裡起了煩惱了 不是為對上這種事情煩惱 就是為那種事情煩惱 或者聽見人家說一句話 對於我們不利的時候 或者是人家毀謗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聽見就覺得 心裡就是不快樂了 很煩惱 這就是我們功夫啊 還用得不好 這個趕快自己啊 來調整 怎麼調整法子呢 就看看我們學的這個方法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學的這個中間 我們懈戴了 是不是有時候啊 我們雖然才學了 學的時候啊 有時候就是懈戴下來 把我們心思啊 又跟一般人的心思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我們學道人的心思啊 在中庸前面講過啊 要治中和啊 中就是把一切的這個 這個 喜怒哀樂這些事情呢 不要讓它發出來 這叫中啊 那麼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遇到喜怒哀樂的時候啊 我們就發了 可是發出來的時候 要有功夫 把它這個控制 不讓它繼續發 有一個戒指啊 這個有一個戒了啊 戒就是這個把它控制住了 那麼這叫和 假設說我們這個在家裡也好 在社會上也好 我們跟人家來往呢 動不動自己 又喜怒哀樂啊 自己控制不住了 這就談不上一個和啊 那麼我們這個 那麼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九則爭 這就談不上了 對 所以就在這些方面呢 自己 時時刻刻 檢 檢 檢查自己 那麼檢查我們自己的時候啊 確實做到了 能夠做到中和了 中雖然是 一時候還沒有到哪種境界 但是無論如何也做到和氣 待人以及我們自己存在心裡邊 一定要和氣 跟人家相處都要和諧 這一定要做到的 由勉強而做到自然 這就是爭 這個爭後就出現了 爭後一出現呢 就能夠久遠 游遠了 游就當久子這樣 就長子這樣啊 就能長遠 那這個路 就是一直可以往下走 一定能夠走到 成就聖人的那個 最終的境界 這是說比喻的話 下面接著講呢 有緣則不厚啊 有緣 這就是長久了 你用功夫學這個誠啊 學至成啊 由前面 這些爭後都出現 自己信心有了 就覺得這個路啊 可以一直走下去 那麼你長期的 長遠的路走下去 一直往下走的話 就是 柏後啊 柏 你遇走的時候 你這個 你具備的這個 這個 能力啊 也就是 遇柏遇厚 柏是很這個廣大的意思 後呢是深厚的意思 既廣大又深厚啊 比如說我們求學吧 前面是講這個 學聖人學成啊 學成也是求學了 我們拿再 再拿潛意的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就拿讀書來講 讀書是求學術 啊 求這個學術啊 你今天讀這一本書 讀完了 這一本書的這個道理明白了 接著你再讀另外一本書 也讀完了 這樣日久天長呢 讀的欲多 你的知識欲是豐富 知識欲豐富的話 就能幫助你啊 這個領悟那個真理啊 真理固然要靠我們聰明才智啊 可是這個學術知識也很重要 多方面的知識供我們參考 我們學這個真理容易開悟 那麼這樣我們修道的話 不修學是不行的 學術是很重要 學術這樣是長久的學下去啊 就是非常豐富 那麼豐富之後 你除了修道這個功夫用的很正確 學術在事件辦事的時候啊 也一定辦得好 所以這樣叫薄厚啊 那麼那個薄厚呢 在進一步的則高明 高明是高是 高是 心中這個是很高的很高尚的 明是啊 是很光明 如果說你能夠日久天長的這樣 這樣求學修道 這都是整體的來講 你就是學這個成 那麼學成 前面講已經有了個正厚 笑顏已經顯現出來了 繼續往前面這個求學啊 學到後來遇到後來 遇不厚 不厚到這個時候呢 就是高明了 高就是拿一個物體的高度來做比喻 明呢就是拿一個光明啊 照得很清楚來做比喻 這個比喻就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學中庸之道啊 這個當中包含一般的學術 以及這個 無自己的本性 這個整體的來學 學的時候啊 你這個 一天一天 這個 這個 學得非常豐富了 那麼也開了這個智慧了 怎麼開智慧呢 你把道理明白了 就開智慧啊 明白道理 你就把 世間的一切的知識 無論是科學的 哲學的 這個 藝術的 都能夠啊 把它 結合到這個 這個道上面去 拿這個道啊 來運用這一切的學術 那麼這個學術呢 有道來運用的話 它就變成有道的學術了 這是 這個 一般人 只求學術 而不能夠跟這個道啊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是大不相同的 那麼 這裡講 博厚色高明啊 就是 您那樣日久天長呢 來求學 修道 你這個 無論說話 無論辦事 就比一般人不同 你的看法 就比人家高明 你辦事情的時候啊 辦任何事情 人家不一定就辦成功的 你一辦就能成功 而且非常的容易 為什麼呢 這就是 你啊 比人家高明 所謂高明啊 你的這個 這個看事情 比人家要高 你這個 對於任何一個問題 你都有能力 你都有能力 把它解決 對 一般人呢 往往遇到 以後事情啊 它不能夠 那個事情發生問題了 它很難解決的 為什麼難解決呢 沒有這個明啊 明什麼呢 明是從自己 心裡開發智慧之後啊 它才明啊 這個為什麼一般人不能夠明呢 它沒有學過刀 它沒有學過刀 學刀為什麼能夠明呢 學刀啊 就是一切事情呢 不要為自己私心 要為大眾來辦事情 要為大眾的這個利益來辦事情 沒有自私自利的這一個觀念的話 你這個就是 心裡的智慧就能拔得出來 一般人為了自私自利的這個 這種辦事情呢 它沒有智慧 所以有智慧 這個智我們人人本有的呢 本意上都有智啊 但是有一句俗話講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利靈至昏啊 利就是私人的利益 有私人的利益的時候啊 放在心裡邊呢 就使得我們自己本有的智慧 不明了 變成昏制了 那昏的智慧啊 那什麼智慧呢 就一般人那些小的聰明 那個小聰明啊 他用出來啊 專門呢 來 來 來順人利己 那種小聰明 你要用那種小聰明來辦事情呢 處處是障礙 他辦不成功的 因此我們修道的人呢 不是為自私自低 我們不會啊 這個歷練智慧的 所以我們這個智慧是明的 明智 有了明智的話 我們看事情看得明白 做事情能夠成功 你辦政治啊 也是辦得很好 你就是說話的話 你說任何一句話 對人家都是有利的 也就是對任何人都有好處的 所以古人講啊 真正是一個修道的人啊 修道那個成 有了成就的時候 成為聖人 那更不必說 就是成就到了賢人的地位啊 他就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了 說一句話 就能做天下人呢 來一個法則的 讓天下人來效法他 所以中國過去的讀書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要想自己 將來能夠啊 說一句話啊 這一句話就是 讓天下人呢 來效法你這一句話 所以這個 一言而為天下法 這就是古人講的啊 立德立功立也呢 這就是立也 在言語上啊 能夠成為不朽之也呢 讓人家 要照你這個話來 來求學 就學你這一句話 那麼這就是 說話的高明的地方 絕不可以像我們現在 你今天說句話 到明天呢 自己把這話就推翻掉了 昨天說的話就今天 不算數了 自己不認賬了 今天說的話 說的這個是很聳動的 到明天呢 自己又否定自己的話了 這一個 這種話怎麼能夠 叫人家 把你這話當作法則呢 所以我們講這個 就這個言語來講 自己啊 要說這個 出自內心 這個內心就是 真誠的心 出於誠心的這個 這個言語 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這種 境界的時候啊 我們說話 不能夠叫天下人來 把我們這話當這個 法則 但是呢 我們可以把 聖人的話說出來 我們跟人家講話 把聖人的話 介紹出來 這個我們就有好處 那麼這個 我們學中庸之道的人呢 人人都可以這麼做的 果然我們這麼做啊 我們也就是高明了 我們說話 依照聖人的話 來說出來 我們的言語就高明 我們辦事情 照著聖人所講的那個 辦事的那種動機 那種方法 我們辦事 也比一般人高明 所以 這個高明啊 是由前面一步一步的啦 學成啊 學這個 有了爭 然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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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有言不厚 到了不厚呢 這個時候 寫出 高明了 這個 高明啊 是什麼呢 我們一般人還是做不到的 高明是拿這個天地來比 因此下邊呢 就是 講到了 波厚 什麼叫做波厚 波厚 波到什麼程度 厚又厚到什麼程度 這就是要下面這個 繼續就說了 波厚 波厚 所以 在無也 高明所以 富無也 由有啊 所以 成無也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講那個 波厚 高明 悠久啊 這個三者 這個 它的 作用 作用什麼呢 波厚 所以 在無啊 在就像 好像一個 車輛 啊 上面 在的人 在的 東西 這個 屋啊 包含 萬物啊 任何東西 都可以啊 在是 存在 那麼這個 波厚 所以在無 為什麼要講波厚呢 波厚的這個 我們 求學 修道 你這個 學術 你這個道 求來了以後 修成就了以後啊 目的在什麼啦 效果在這個就是 在無啊 啊 用來 可以在無的 在無為什麼要這個 波厚呢 到了波厚這種境界啊 啊 啊 就是 任何一個事情 任何東西 夾在我們身上呢 我們都可以來接受 都能存在 這個 這個 高明呢 所以 福無也 福是 覆蓋 把他這個 這個 這個字啊 是一個 一個比喻的話 一個東西把它覆蓋起來 來幹什麼 去保護他的意思 那麼高明啊 所以 用來啊 福 萬物 也就是保護萬物的 萬物就在高明之下了 得到 來 保護 就像一個傘一樣 有保護傘 使他不受 不受外來的這個 那種侵害 那麼悠久什麼呢 所以 成無也 悠久就是 長久 不斷地 這樣去 用功夫 不斷地去 學習 這個什麼呢 所以 成無 成是成就啊 這個 無論是 哪一段事情 需要任何一個 你要明了任何道理 都不是 短時候能夠 成就的 一定要 長期地 在那裡啊 用功夫 長期地在那裡 學習 這樣才能夠成無啊 這個 薄厚高明 薄厚高明呢 這個 一個是 在無 一個是 服務 這個我們普通人能夠辦得到的嗎 啊 那 下面就 講了 講什麼呢 薄厚佩迪 高明佩天 悠久武江啊 這個 講到薄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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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講 學到至成無錫 那是聖人了 聖人 學到至成啊 他這個薄厚高明已經是到了基初了 學成功啊 學成功 這個聖人的這個 這個 薄厚的這種這個 製成之德 這種道德 這種道德 拿什麼 東西 跟他 相比呢 只有那個大地來配合相比 所以薄厚配地啊 比如說這個大地 我們這個 都是在這個地球上面啊 這個地球 它多麼廣大呢 它這個地球有多厚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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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這個 這種這個 薄於厚啊 它能夠在無 這種在無 這種在無的時候啊 比喻的是 是比喻聖人的這個道德啦 聖人 當然不像這個大地這麼薄厚 可是聖人的德啦 可以跟那個大地來 這個相比的 這叫配 這叫配 配就是聖人這個德啦 跟大地能夠 平等的啊 可以相配啊 大地怎麼呢 為什麼聖人的德跟大地能夠相配呢 大地這個德啦 我們人 是在這個 這個大地上面 那個 其他的動物 好的動物 在這個大地上 在這個大地上 我們人 看那些毒蛇猛獸 這個大地啊 也 存在它 任何一個 動物 植物 礦物 不管是好是壞 它是一律平等 的啊 來承載它 來承載它 這就大的這個德啦 它都能夠復活 都能夠承載啊 它絲毫不感覺它 哎呀我承載 摘不動了 沒有這個 那這個呢 比喻聖人呢 那這個呢 聖人的這個 聖人的這個 它可以在乎啊 啊 聖人的這個德 可以容納一切的這個 啊 人物啊 古時候 或者 讀書人都 都知道 有一句俗話 這個宰相 肚立 好撐船呢 做了 國家的宰相 的時候 古時候大皇帝 都要用宰相啊 宰相的這個 它這個肚量 這個肚量 不是說 它一個我們生理上的這個肚子裡邊呢 一個人的生理上肚子 只有這麼大 它叫肚量啊 它這個 做了宰相的這個肚量啊 可以 說個比喻 人家撐著那個 那個 用那個大船呢 開到你這個肚子裡邊呢 你都能夠讓它在你這個肚子裡邊呢 肚子裡邊呢 這個 通過 再大的船 再多的船 你都可以讓它 從你這裡 經過 你都可以容納它 這是說比喻啊 那你說是 這個 這個講到聖人 聖人是無所不容的啦 聖人這個德 它的容忍的這個 能夠 對於一切人都能夠容納的時候啊 是你讚美它也好 你這個回謊它也好 你跟它的意見是相反的 一切一切一切 它都能夠容納呀 它就像大地一樣這樣 它這一切都是平等的接受 這就是聖人之德 那麽講到這個佛家 佛家大家知道啊 有一個 有一尊菩薩 叫低藏菩薩 為什麽叫低藏菩薩呢 低藏菩薩它也是 它能承載一切一切一切的 這些這個世間哪一類的眾生啊 不但是人道眾生啊 六道的眾生啊 它都能夠承載啊 它的承載六道眾生 它就教化六道眾生啊 聖人承載萬物 它也是教化萬物啊 所以聖人的德在這裏啊 不厚配低 它這個這個德啊 能夠跟這個大地相配 講到基礎啊 連那個大地還比不上聖人的 大地還有 有時候還有缺陷的時候 比如這個大地還有地震的時候 那聖人沒有這個樣子 聖人一切是完美無缺啊 所以是 這要了解這個意思 高明佩天 聖人之德 聖人之德的高明啊 高是至高無上的 明是大方光明 都是從自己 中用那個天明之衛星裡 開發出來的 它可以配天 天的高明可以啊 覆蓋萬物 這是聖人之德 休息幾分 聖人之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